近日,在安徽富阳泥寨村,一名男子不慎坠河落水,情况十分危急。 在家修下途经此地的武警济宁支队四级警事长刘孝孝和战略支援部队某部战士邓延杰, 听到呼救后,立即跳入冰冷的河水中进行营救。 两人合力将落水男子拉回岸边,确认落水男子脱离生命危险后,两人悄悄离开现场。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大家才知道救人者是两位现役军人,救人视频被传到网上,网友纷纷为他们点赞。 当时因为也没有多想,我们就看见有人落水了,就想着抓紧时间把人给救上来。 因为我们必定我们是一名军人,而且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个作为军人是我们应该的,必须要做到的,反映这个部队的有良传统。